大家好,我是五仔 娛樂集感,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廣播 這一集講很多關於娛樂圈的事 看到李家鼎有人說是踢進去的流行都市 都不是踢不踢的 我覺得是資源坐背 不過我覺得 有人說還鬆錢,究竟是還是不是呢? 還鬆債,不知道 安德磚說是,很大火氣,說頂爺 頂爺一向都比較爽吵 尤其是兩個男人更是 好心找美女去陰陽調和一下 安德磚大王 那個又是大大聲,兩個撞在一起當然是吵冤吧 另外馬國明那件事又出來澄清 有些人說他們情變,有些又說黑面 又說肉仙 究竟什麼事? 是不是真的肉酸酸? 這麼大個男人,一個女人旁邊沒有威勢 要震呼光 等一下跟大家說 另外另一個男人 叫恩志強 在阿時陰陰養養 以前見過他 他不認吃軟飯 就說阿時交稅都交二十多萬 有沒有這麼好景? 小哥哥 小哥 阿時 當年 好紅嗎? 有些 做過展昭 我們慢慢說這些花邊娛樂新聞 先說安德磚李家鼎 又說呼喝又說 聲聲 真的呼呼喝喝 強調什麼? 強調什麼? 安德磚說 太吵了 安德磚太吵了 激怒李家鼎 直應現場火氣十足 他說他也是這麼大聲 說這些話 火?當然是火 直說 安德磚也不轉回活角 是火 沒有 他每次都是這樣 是不是有炒匪文? 上次跟李錦聯 也是炒到沒有朋友做 但我覺得他們私底下就沒事 像我上次都說 阿鼎爺如果他真的生氣 是會說髒話的 你也是傻的 他嫌你 真是沉氣 安德磚 有些主婦煮菜 你這樣吵 OK 沒問題 當作異性相距 同性相距 異性相級 這兩個人 你吵什麼? 你說找個Kawaii呢 李家鼎當然沒事 這個大王 要不要給你面子 這樣的款式 之前那些鴛鴦鏟 婦女節目 鴛鴦鏟 兩個一起炒菜 跟李錦聯拆出火花 作為收視保證的李家鼎 書磚降季落流行 都市教烹飪 是啊 煮家常便飯 本身是頂爺私房菜 微微都忍手 這次煮什麼忍手 又不是很忍手 在鬥頸 充滿火花的節目 叫你們去看看 是否每天都可以看 這麼過癮 李家鼎 煮東西安德尊在旁邊 曹苑 厲害 結果頻頻勒慶李家鼎 一條女就夠了 還要側大王 但那些人可能就是想看這些 就是看見你有火花 有報道 有噴霧 哇 哇 千金難買噴霧 哈哈 有些人拍了幾百萬投資 提也不提 我們經常都看到有的 在這個圈裡 李家鼎說 哎呀 真的被他激到吐血 還說 我還沒說完 你不要問問題 說這個安德尊是問題少男來的 早前李家鼎受TVB娛樂台訪問 說得很客氣 安德尊 吵得來是開心的 沒有說不開心的 安德尊 他跟主持謝梓倫一起接受TVB娛樂台訪問 他說 對 火當然是火 大家都火熱 火爐也夠火 還有他煮東西也夠熱 只是炒肥聞而已 沒事的 他們就算不是合作 狀口狀面大家知道誰是誰 安德尊揚言是不會把音量收細的 一樣大聲 他也這麼大聲 我一向都大聲 嘩 沒事的 他是主場 對 主場是他做這些角色 不是怎樣 不出聲嗎 阿鼎爺一個做完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不放在流行都市 放在夜晚黃金時段做都有人看 大王有空 不做那個位置可以嗎 做另一個位置 我覺得安排一下就可以調一下黃金時間 可以收到廣告費 你這樣想也有 很奇怪 對 安德尊其實都 他強勢而已 主場而已 但是他說 他說什麼就什麼 是啊 叫他拿醬油 拿醬油 他是前輩 他有什麼我跟著做 他說什麼就什麼 這是平常的 你問問謝梓倫 丁爺叫你拿醬油 你馬上拿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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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那當然馬上要拍 我們的後輩 其實我都怕了阿鼎爺 鼎爺也是霸氣一點 男人霸氣 我又覺得沒什麼所謂 女人霸氣 會不會搞到情變 馬國明認非去法國拍婚紗照 是法國拍 原來法國拍婚紗照 不知道幹什麼 你以為去到法國這麼遠 只坐飛機一天 來回兩天 黑面走人 是不是真的走 他說他很開心 他說靚湯很開心 沒有的 女人的事 床頭打架床尾和 你看他的表情 馬國明的表情 也是甚是無奈 那個也是這樣 兩個都是黑面 好像不太開心 但是原來其實馬國明出名是天然呆 就不關事 他澄清說 我未婚妻沒有黑面 很開心 因為他在法國找到他想買的東西 香港排隊也不會有 排隊也排不到 他排到 他很開心 馬國明說法國人手腳很慢 他很多時候都要等 我們香港人習慣快 我們就想 為何要等這麼久 香港買東西 去多些旅行才行 香港人買東西 香港也不夠韓國黑 韓國黑起來也可以很黑 那條八婆串到 那些算是賣潮牌的那些 他全身紋身 他不適應 然後總之 韓國的女人是很粗皮的 真的粗皮得很厲害 出街逛 他有些不是專門的 但是那個格是很粗很粗的 日本買東西很開心 你香港就接受不了那種服務 你覺得那個女生好像跟你戀愛了 你買什麼都是這樣 真的很開心 在日本買東西 香港 一點點 香港不算很壞 感覺中間 泰國比較溫柔 沙發迪卡 笑笑眼 法國出名慢 我不知道我沒去過 歐洲人比較慢 慢條私理 為什麼手腳這麼慢 很多時候都要等 香港人習慣快 其實不好 香港人沒有什麼情趣 什麼都比人快 而且日本買東西 他的包裝很棒 多些去日本買東西 我有時候錢留在日本花 沒辦法 服務態度真的不是 說便宜就便宜過人 我現在在日本買高達 平均都便宜了一半 一半 挺誇張 他說他未婚妻其實很開心 買到想買的東西 又承認去法國 請當地團隊拍婚紗照 真是花錢 法國好像很棒 歷政感情不變 阿靚湯之後在IG也放閃 寫一句話說 刺事被縱壞 就是這樣 不是刺事 也是這樣 馬國明這些 很淋滴滴的 那些女人欺負他 他欺負女人又沒有 有人上次聽我這樣說 五仔應該經常去 惡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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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又不覺得 也不是 這些是說陰陽的 是說陰陽 你兩個硬就不行 一個硬一個軟就不行 說陰陽 你不要說惡不惡誰 看看你在什麼情況 有時候也會惡的 反過來也會有 這些是很閒的 自己可以就行 每個人都不同 有什麼要評論別人 接下來說過 是不是吃軟飯 恩志強 和明媛拍拖 被人嘲笑的吃軟飯 反擊 前亞視小生 OK啦 亞視樣子 我近來嚇串 鬼探和PTU機動部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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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回歸嗎? 哦 早前他接受訪問 說到當年和我明媛一段情 他說 我拍拖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 你已經不說 沒人知道了 哈哈哈哈 是見過這個人 但也沒有火過 沒什麼點紅 老實說 有些熟臉為什麼呢 多謝包青天 當時無線亞視兩邊播包青天 竟然亞視那邊請到金超群 沒有請到展昭 又用了恩志強做展昭 所以那一刻就記得有這個人 他說當年交稅交二十萬 有沒有這麼厲害? 不奇怪 因為那部劇當年都是很紅的 我爺爺最喜歡看的 老實說 挺好看的 包青天的東西 覺得世界有公義 看包青天 有人幫你發聲 簡直是老百姓最喜歡看的劇目 展昭又帥 這個? 都OK的 高高大大 當然沒有何家敬那麼英 但他演得過角色 都吃到美流 亞洲電視版的就站了 出去登台也OK的 有啊 當年是貴婦來的 還是明媛 傳到緋聞 某些報道 令人可能覺得緋聞 他說在他的立場 我拍拖有什麼問題 有些東西堅持進去 那些橋段 他說感到不舒服 他當時被指癡明媛吃軟飯 他說當年亞視薪不低 交稅也二十萬 他說不怕說 當年交稅也接近二十萬 只是亞視份量也未算其他 很多錢就是交稅交二十萬 15%交稅就二百萬三百萬左右 年薪那麼厲害 當年有很多錢 所以說 那麼多人想做明星 找到吃 那又怎樣 他說承認戀情 因為壓力太大 我剛才沒有說錯 差不多吧 隨便吧 不要理他了 百多萬 一年份 恩志強承認戀情 因為壓力太大 最終都無疾而終 差 差到臂 為何這樣說 如果你說壓力太大 為何 神經病 你說吃軟飯 但現在的人在網絡討論 你以前那些算什麼壓力 你沒有上網 你們自己在想 以前哪有壓力 也有壓力 但現在的壓力才厲害 你自己上網討論區看看 如果你是HIT 我想現在沒有人認識 老實說 這麼多年 現在才叫壓力 以前那些 你講完之後 走出街的人 要當你明星 但以前的人 說一百次 當真 他說 站在他社交圈子裡 遇到很多商界的人 出來做生意 給面子派對 最初第一次去社交場合 他叫了很久 我一直都不想去 但某種情況 惹了我 一鼓作氣就去 於是被人報道 大大方方 傻的 有什麼報不報道 一屢兩位 吃了幾十年 說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 你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 福氣 有沒有這樣的氣量 福氣也有氣量 真的 要說就有得你說 黎諾爾又是有這樣的福氣 黎諾爾說 吃軟飯不要緊 你覺得我吃軟飯 你覺得有問題 你不吃就行了 我不覺得我有問題 黎諾爾比你紅 黎諾爾的老婆 我想她沒有結婚 大把人 大把人 真的大把 像鄭家穎那些 外父也是過千萬身家 不是幾億 十億八億身家 大把 就是說這些 袁偉豪 那些 你不就說爆他 傻的 不關人事 你自己心有鬼 你不要賴別人 你說分手 因為壓力 有多喜歡 被人說分手 多餘 拿來說 有沒有說後悔 他說當然無疾而終 壓力太大 年輕的時候 每個人都尋求 轟轟烈的愛情 結果真是轟烈 他這樣說而已 我就 拿點東西來說 幾十歲 說鬼嗎 那時候 那個 明媛看過去 我想不只是說吃軟飯 說子弟戀 那些 他的款式是試正的 感覺上是試正的 女兒比較年長一點 真是很喜歡 有什麼尷尬 好像陳山聰當時 當年 你說我是 我是 都無所謂 你看看那塊飯有多遠 有多大塊 又是在那邊拿來說 其實你不看 沒有人說這些 又不是真是Hit的明星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Bye